这个侍女有多忠心 自家夫人不想事情 她就自告奋勇想要代替夫人上 将军如母表示拒绝 这个阿玉出生于欢场 已非清白之身 怎可是奉高贵的将军 但阿玉依然不卑不亢 即使她有过男女之事又如何 进大二之前的事她都忘了 春日夫人不也是这样的吗 这句话直击春日局心底 她便同意了阿玉事情的请求 将军来到住处 看到跪坐在地上的是阿玉 她不免一阵惊讶 阿玉坦承到自己不是来事情的 只是有些话想要代替阿万夫人说明一下 将军大人坐拥天下富有四海 能把所有女子收在身边享用 固然是你的权利 但若连心中所想 也要听凭大人喜好的话 这未免太过牵强 说完阿玉请求将军为夫人想一想 不要再为了政权伤害无辜人士 话为洛英将军突然打断了阿玉的话 说清缴帮会的事情已经停止 还澄清到自己做这些事并非为了一己私欲 自她懂事以来 就没有一件事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做 当上将军非她所想 取欺纳妾非她所愿 只有阿万是自出生以来的唯一一次动心 所以才任性一回把她留在身边 但阿万这等珍宝 对她来说还是过于耀眼了 她想着横竖不能得到她的心 还不如放开对她的约束 阿玉看着将军深情款款的模样 感觉到了她心中深刻的孤独 不知不觉心生了怜悯 那一瞬间她看到了将军领口的绷带 不由发出疑惑 将军抚摸肩膀神情惆怅 说自己本来是想救那个人的 但是却没能做到 说罢她惨淡一笑 对着阿玉道 我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说完她要阿玉说说自己的经历 阿玉也坦言在欢场的过去 她15岁那年 因为被人侵犯成了不孕不育之身 厚得阿万夫人帮助 才得以脱离苦海 次日阿玉回到阿万的住处 向她禀报了将军伤口的出处 将军大人的奸伤 是为了帮损人大人挡刀剑而造就的 这下轮到阿万不敢置信了 她正想去找将军问个明白 却撞见了一群人 正往阿乐的住处跑 原来是阿乐要生亡 阿万连忙跟着一起跑过去 古代妃子生孩子有多艰难 阿乐夫人难产 已经使不出一丝力气了 看到阿万前来 她才感觉到久违的安全感 阿乐劝走众人只留下阿万 从怀里掏出一个护身符 递给她道 这是她心爱之人所赠之物 如果她难产而死 请把这个也一起葬入坟中 想到孩子生下来后 就要被乳娘抱走 她就没有了生存的欲望 阿万听着她绝望的语气 也落下了泪来 想方设法要她别放弃生存的念想 为了孩子 也为了那个给你护身符的人 一定不要放弃 文言阿乐忽然振奋 手扯着绳子直立起来 大声嘶吼着 在众人的鼓励中 她终于生下了德川家继承人 春日菊热泪盈眶感慨多年宿愿终于实现 并给小少主起了将军的乳名 竹千代 说完她便请侍卫去叫来乳娘 阿万连忙为阿乐说话 说正是这个孩子 才给了濒临绝境的母亲力量 所以还不如就让这个孩子在生母膝下长大 春日菊正想驳回 却被嘉光公阻止了 她也认同阿万的观点 说罢她对春日菊小之以理动之以情 提到她与亲子分离的过去 可春日菊始终觉得私情和国家继承人不能一概而论 然而嘉光公却不以为然 春日菊无言以对 嘉光公和阿万相视微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事后春日菊失魂落魄回到住处 感觉有什么正在慢慢失去的她 忽然一阵心悸喘气不已 而另外一边的嘉光 终于和阿万敞开了心扉 她向阿万解释了损人的事 并未就不下她而感到深深的自责 阿万也开始反思自己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误解了将军的心意 好在将军也不介意这些 她想要的 只是一个相依看日出日落的伴侣 阿万主动握住她的手 头一次正是这绵绵情意 不久之后阿夏夫人终于怀孕 为其举办的游园会也在傍晚进行 然而指此盛况 春日菊夫人却是神思倦怠 会避之后 郑夫人和阿万夫人在廊上相遇 阿万提到自己以后的归处 不曾有孕的她选择 和对方一起住去僻静之地 可就在此时 她忽然一阵干呕 只觉凶闷恶心 一旁的阿玉忽然意识到什么 回头看向春日菊 只见她的眸光中闪烁着很绝的色彩 春日菊先向阿万到了有孕之心 随后便问她想法如何 在得到阿万夫人 想要留下这个孩子的答案之后 她掏出了一袋药粉 想要阿万打掉这个孩子 理由是她和损人曾有私交 这个孩子是不是将军的都有待商权 然而阿万却不愿意问 这当然是家光的孩子 还是上天恩赐的生命 她定要好好珍惜 听到阿万夫人这样说 春日菊只好坦言自己最真实的担忧 以她的身份 若她生下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又碰巧是个男孩的话 那必定会成为公家夺权的工具 春日菊第一次以幕府重臣的身份禁言 这个孩子绝对不能生下来 这下轮到阿万左右为难了 好在阿玉果爵直接倒掉了春日夫人送来的堕台药 这是将军的孩子 请去问明将军的本意以后过来 春日菊气得咬紧牙关毫无办法 但是他深知德川天下不能因此动摇 于是找到德川家光 先是坦言阿万怀孕的事 随后一盆冷水浇了上来 阿万夫人的孩子绝对不能生下 作为京都六条家一脉 这个孩子以后必定成为公家争权夺位的工具 还有一个理由是 春日菊坦言了自己 一直在阿万的吃食中放水盈避孕的事 按理说阿万夫人不会怀孕 而今怀上了 是否有其他的缘故呢 此话一出 怀疑的心思便再也止不住 将军又想起了那个死去的男人 他来到阿万住处 望着对方澄澈的眼睛 听对方提到肚子里他的孩子 忽然为自己短暂的怀疑而羞愧难言 将军问春日菊 他应该早就知道阿万怀的是他的孩子 那为何说谎 春日菊闻言忽然眼泪尽湿了眼眶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德川家的千秋万代 但是将军却铁了心想留下阿万的这个孩子 千山红遍岑林静远中 春日菊看着正在观赏风景的两人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不久之后阿夏夫人的孩子出生 也是一个男孩 如此一来只待阿万夫人生产 必定会引起一番继位之争 春日菊为了提前阻止这场惨剧 另外一个疯狂的想法冒出 还有一个疯狂的想法冒出